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聽過那些人這麼說嗎? 如果有一天你無緣無故喝水 突然覺得為何這麼重? 沒力氣,拿不起來 你以為年紀大? 又或者你走樓梯回家 為何平時都不喘氣 你突然很喘氣 你有一成的機會 原來會中風 害怕嗎? 又不知道是否 想不想知道到底是怎樣的? 這一集我們就是說中風 在我們身邊的 就有老神經專科的醫生 就是李可倫醫生 我們要訪問 胡惠康 大家好,李醫生,你好 蛋哥,你好 你好,謝謝兩位 我們討論中風 這個真是… 可否是一個隱性的殺手 他說來就來,完全不能預防 天天吃多點維他命C 我就不用那麼多感冒 但中風這件事其實是無影可尋的 我可否用一個例子說 其實中風是一件很突然發生的事 為甚麼呢?很多次病星來得很急 但又不是完全不能預防 其實中風在香港很普遍 排第四號的殺手 每年有3500人死中風 而每年大約有2萬個新症 或者再發生中風 亦不是不能預防的 我們透過身體檢測 從而找到端兒 哪些是高危病人 從而找他出來做一些預防的方案 李醫生,心臟病和中風有甚麼關係呢? 我經常有思議,有點混亂 究竟是心臟病,即是關心管事 但中風好像是腦部 但腦部我們平時未必會知道有事 應該是怎樣注意呢? 其實心腦血管病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有些病人有心臟病 譬如心臟血管、冠狀動物已經硬化 亦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其實一般來說中風 甚麼是高危因素呢? 其實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年紀大 年紀越大,中風機會越高 第二件事是如果有食煙 瘀疾疾棍 又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另外一般來說是三高 可能大家聽過了 血壓高 血糖 膽固醇高 這些亦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不過另一件事最特別是 如果心臟病人跳得不規律 所謂叫心房戰動 亦會增加中風的機會 達到五至七倍 胡慧康很緊張自己的健康 我想你自己暴露一下你的私隱 你可否告訴醫生 你平日通常是… 因為你也要拍攝 拍攝就是熬夜 其實熬夜等等 也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否 你可否討論你日常 除了拍攝工作之外 你平日做不做運動 吃不吃煙 你先討論 讓醫生去衡量一下 好嗎 我的日常生活 如果以一般來說 我會盡量是… 低脂肪 即是小澱粉 小糖 甚至乎是酒糖 也算是高蛋白的飲食 而也會一個星期 有平均三天的運動 兩天的運動 一天的運動 那就是卡迪奧的東西 那… 我很肯休息 即使年輕的時候 每個人都喜歡玩 如果我知道明天有通告 我寧願今晚不玩 即是我很肯睡覺 即是我是需要睡覺 我不喜歡 你說熬夜也沒辦法 但如果不夠八個小時休息 我無法工作 那你拍攝呢? 你拍攝完東西 你拍攝後有時候都是通宵的 是 那你以後又去打拳 不會… 不會 即是我很肯儘量爭取時間 讓自己儘量休息 我想這件事不知道會否幫助 不煙不酒 有少煙,但我不喝酒 本身吃東西來說 最重要是少鹽、少油 低糖分 這些都是健康飲食的習慣 當然最好 每個星期可以做三次的大量運動 每次可能30分鐘或以上 那就更好 當然最好是包括兩件事 心肺的大量運動 即是卡迪奧運動 另外也要做一些耐力的運動 那些抵抗運動 可以增加肌肉 強化它 對於病人也可以減低中風的機會 那我剛才說的算不算符合到… 符合到的 不過最好當然要戒煙 因為任何吸煙真的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好 如果這樣就更加理想100分 那代不代表就是那個… 雖然機會率低一點 但我們實際 我們怎樣去預防中風呢? 如果要看有沒有中風 當然要看照腦的造影 但當然來講一般來講 身體檢查很重要 定期檢測血壓 檢測基本的血 看看血糖有沒有高 有沒有糖尿病 膽背唇有沒有高 還有要做一些心電圖 看看會不會心律不正常 我做了沒有事 如果做了所有的檢測 就可以將風險大大降低 不過當然了 除了我們說降低風險之外 我們必須知道中風的病徵 萬一有時起上來都知道 可以及時去看醫生 是甚麼病徵呢? 其實中風的病徵 很多時中風分兩大類 一種叫做缺血性中風 一種叫出血性中風 中風有四分三都是由於塞了血管 都是學名叫缺血性中風 四分一是由於出血 其實病徵無論是缺血和出血 都要看影響的地方在哪裡 譬如影響大腦的運動神經區域 我們變成一邊身就無力 要注意很多時候無力的時候 它是分左和右 因為在腦中我們交叉地走 譬如右腦向左邊 左腦向右邊 就不會兩隻腳或兩隻手一起武力 所以中風往往是一邊身的病徵 可以一邊身武力 一邊身麻痺 如果影響了它的語言區域 可能突然說不到話 表達不到自己 說話裡裡來 嚴重頭暈 甚至看東西的視野收窄 好像窗簾拉了一半 所以我聽別人說過 如果你見到有人懷疑他是中風 你就可能叫他做一些很簡單的加減乘徊 或者叫他講一些東西 說他的名字 看他可不可以應付 是否可以初步去診斷他 沒錯 我們很多時候都教病人 所謂談笑用兵這四個字 什麼叫談笑用兵呢 例如病人說話說不到 即是談了 笑的時候 我們笑起來的時候 苦紋又高低了 臉突然歪了 無力了 用的就是用我來不了手腳 所以說是一邊身的 右邊或左邊 如果有任何 隨便一樣 就立即要頒救兵了 因為及早見醫生及早治療 所謂一個黃金治療期 對中風病人是非常重要的 我還聽過那些土炮的方法 很好笑的 我有個朋友的伯母 她的手袋永遠是放著針 她說隨時看誰 如果懷疑中風 就用來刺他手指頭幫他放血 其實這些民間治療有沒有用的呢 這個就相信沒用了 因為放血也不會幫到什麼 最重要是及時去見醫生 因為例如一般來說 如果真的塞了血管的中風 所謂血性中風 如果病人的病徵是嚴重 或者中度 而病情又適合的時候 有些病人可以適合用一些叫容山劑 及早在病徵病發之內 四個半小時被容山劑 就將血塊的溶解了 從而可以令到公血恢復 就可以大大降低病人殘障的機會 現在有些先進的科技 甚至乎可以用手術去處理 如果病人真的來到醫院 可能他遲了 有時老人家不知道 也不要看醫生 先問了子女 打電話來 可能進醫院 過了一個黃金 四個半小時治療時間 但如果做了一些顯影 我們發現了 有些主棍是塞了 我們可以用一些導管手術 和你做心臟一樣 心臟都有通波仔 其他腦內都有類似的手術 是叫取山術 什麼叫取山術呢 透過大動脈 我們在鼓溝的大動脈 去到一條導管 去到頸裡面的血管 去到腦裡面的血管 如果發現有些主棍是塞了 就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 可能用一個吸力 吸回吸塵肌 吸回血塊出來 又或者用一個支架的方法 把血塊撐大 然後把血塊拿走出來 從而移走的血塊 血流動就可以暢通 就可以救一些 可能缺血 但又未壞死的腦細胞 亦可以將大大降低的病人 殘障的機會 而這個將黃金治療時間延長了很多 以前只是給我們靜脈的溶山術 有四個半小時 但這些手術 可以去到八至十二個小時 可能都適合 不過當然因病情 由醫生決定 這個病人的病情 適不適合用手術的方法 真是所謂case by case 但每一個個案 每一個中風的位置 塞的血管 都有不同的考慮方法 是 中風這件事 我們在說腦 那是否凡是中風 都會損害了腦的細胞 不會再像平常的效果 可以這麼說 有部份細胞都一定會受損 當我們按照磁力共振的時候 都會看到細胞已經壞了 但腦裡就像我們所謂的 很多reserve 我們就像手機一樣 裡面其實很多剩下的記憶體 它未必能用得完 所以受損細胞之後 如果腦子因為中風而受損 往往就可以透過一些訓練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將腦子訓練 本來細胞是受損的 隔壁的細胞可能未會死 它就知道隔壁的細胞不能運作 就訓練它 我要代替它的功能 隔壁的兄弟不行 我們就幫忙 這些往往是透過一些 不同的物理治療去練習 即是有機會逆轉 在有些情況之下 雖然它細胞受損 但功能上病人可以恢復100% 也大有可能 當然譬如適當的治療 藥物治療 和一個職業治療 物理治療那些 而且新的科技 甚至乎病人真的行不到了 以前可能比較困難 可能只是物理治療師 幫他做一些輔助的動作 但現在很多新的科技 甚至乎叫做機械人 好像Iron Man 整個人套上去 那部機械人都會幫它動動 可能可以教機械人 說病人只是出一成的力 那部機械幫它出九成的力 就算病人的能力很差 行不到了 大家要很大才行 這些不是 而且那部份很巨型 這些都不是在家 除非真的很富豪 通常會在醫院製作 醫院有這些先進的儀器 可以把Iron Man套上去 那部機械就可以幫它行 慢慢練習步支 練習腳的力 就算一個病人本來行不到了 經過一些密集的訓練 都可以大大增加 讓病人恢復行路能力的功能 那你會否建議 你剛才也說了 有年輕化的趨勢 這個中風 你會建議幾多歲左右 每年做檢查 還是定期檢查 會有甚麼建議給大家 關於中風 其實我也是建議 病人定期要做身體檢查 除了每年做驗血 其實30歲以上已經值得了 當然如果有家族事 驗血就可以了 驗血就要看有沒有三高的情況 這個也是一個檢查 當然如果本身的病人 已經是高癌的病人 本身有高血壓 可能有糖尿病 適合做一些深層次的檢查 可能做別的磁力共振 連血管造影 可以進行及早檢查 腦內的血管有沒有收窄 但現在就可以做一些導管手術 導管手術放在一個枝架上去 相對風險也低 對,就是一個擾流 令到一些血 譬如我們有一個血管 放在一個枝架 那些血就不會衝向血管坡 血管坡慢慢會由氣球 慢慢去洩氣縮小 就會大大減低 將來爆破的風險 我有沒有這樣問 缺血性中風和出血性中風 誰對於生命的影響 有嚴重性 還是兩樣都一樣 其實兩樣都各有的問題 當然一般來說 出血性中風 如果它的範圍是大的 會令到病人的腦壓會高 可能差的速度 就會比血性中風更快 但是其實病徵可以是近似的 所以不能憑病徵來判斷 它是哪一種 總之第一時間 見醫生做掃描 他看清楚是哪一種中風 因為治療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有聽過有些人說 如果你經常覺得 左半邊身的手腳麻痺 通常是心臟或血管有事 這個又是否成立 這也是關系的 因為如果心臟有血管窄 病人有心繳痛 甚至乎心臟有困住 很多時候困住的時候 左邊手都會麻痺 不過腳就不是太關係 主要是手 如果手真的有麻痺 但不忽心臟有困痛的時候 這些病人也值得做一些心臟檢查 可能做一些心臟的血管造影 看看心臟的血管有沒有塞 如果有塞 當然了 看看塞的程度 嚴重的可能真的要做通波仔 做手術去處理 是 今天謝謝醫生 謝謝胡慧康 健康動一動 這個時段 Pong Sir會跟我們分享一些健康的 又容易做的練習的小貼士 但是有一個不幸運 他中了風 其實中風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是… 其實身體已經不能動了 重點可以做到運動 其實首先你一定要了解中風 中風有些會影響活動能力 有些會影響視力 或者腦部其他功能 如果影響活動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要讓一些僵硬的肌肉 越來越僵硬 甚至反過來有些肌肉是鬆散了 也不能讓它過度鬆散 有些要鍛鍊 這是很針對個人的問題 即是去哪個部位 這個情況去到甚麼程度 沒錯 所以其實運動很重要 因為第一,可以加快自己的康復 另外可以改善活動能力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就是 老實說,大家分析一下 通常中風人士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缺乏了運動 加上飲食不健康 尤其是三高人士 如果能否做運動 中風的機會真的比較高 其實我們就應該要做適量運動 但當這個問題一出現 我們也要繼續做運動 也要做的 是的 不要放棄 記住,永遠有一個進步空間 我們更加要針對性地做一下它 好了,首先分析一下 通常就會有些上肢下肢的活動能力 也有些說話的能力都有 首先說一下,上下肢 通常你見到有兩類人士的中風 有些會過度崩梗,縮起了 有些軟乱乱 兩個問題是很極端的 首先我可以說一下 譬如有些肌肉是崩梗的 那你就應該要把它拉鬆 首先我們撞 你看到很多隻手是這樣的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原來就是我們的肌力不平均 肌力不平均就是我們有些肌肉過緊 有些肌肉是過度鬆,不夠力 首先我講一下手的動作 譬如他真的出現這樣的問題 自己可以做用另一隻手去幫助他 放平他之後,自己輕輕地 不過你要留意,不要太大力才開始 因為有些肌肉可能收到過緊 影響你的關節 那你嘗試慢慢打開他 這樣打開他來說 這些動作就是當你慢慢把肌肉的肌肉打開 你就不要再握緊他 那你應該要將隻手反過來 做打開一些動作 拉一下他 用另一邊去幫他 另外,你發覺之後可以 你就真的自己輕輕 對,這是針對手掌 輕輕做一些相反的動作 甚麼是相反動作 所以你既然在握緊,你就要打開 好了,至於手腕這些地方 有些人曲了 那你也是 那你做了這個時候 手掌由小組肌肉開始 好了,開始現在拉一下手 手掌上來 這個時候要拉到內部 整個動作,你看到有些就是這樣 就是所有內部的肌肉硬 那你要逐步逐步由手掌 前臂、上臂 對,然後拉上來 對,還有到這個老鼠仔 這裡就是你自己輕輕托著關節 盪著它,不要大力扯 慢慢盪著它 好了,當你發覺改善了之後 你可以垂下一隻手 向外轉 對,然後按著它 記住每個動作 慢慢做到幾秒鐘就夠了 不需要好得太久 打開它 對,同樣記住 一定要保持一個暢順呼吸 現在真的在這個手臂 收緊的情形 好 另外一些,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好像沒有力氣,軟了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你要做一下肌力 不過就不是坐在這裡做 最好躺在床上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始終地心吸力 你的手是墜了下去 你想用力是用不了的 那你躺在床上 只要你的手周圍去動 去觸碰它就可以了 對 就是躺在這裡 對,你觸碰到哪裡 總之到處去動一下手就行了 這樣 沒事吧? 好似的 是演員 因為其實為什麼要躺在這裡呢? 就是你的手的重量不要向下 當你躺在床上的時候 你其實沒有了這個重量 你才能動回肌肉 你記住怎樣做什麼手的動作都可以 不需要舉掌 好了,又說一下下肢問題 就是了,很多時候就會收緊 腳尖會蹲下去 同樣又是相反 你就是要踢到這裡踢 踢不到,你的手是幫手 扯起來,扯上來 這個時候就拉縮你的腳刮 腳刮刀就是一個很大力的肌肉 所以你通常見中風人士 他的腳好像腳尖碰你,腳尖碰不到地 那你不妨自己用力幫著 踏下去,蹲著大腿 踏下去,踏下去,蹲著大腿 好,另外就是後大腿比較繃緊 又怎樣呢? 我們真的… 這裡你自己做就做 做不到,找家人或椅子去扯著它 假設我現在真的有張椅子扯起它 你慢慢地扯著它,扯著腳跟 輕輕地按 有張椅子扯著這樣 麻煩你 通常的問題就是這樣 把人幫忙抬起它 對,這時候你自己輕輕地按下去 好,如果可以的話 有些人的柔軟度不夠 你可以找家人輕輕地幫忙 把腳尖又拉過來 拉回所有腳刮 我想看看你能否做到這個動作 就算普通人,很多人都未必做得到 是嗎? 蛋哥,把腳放上來 把腳放上來 好,腳尖向自己 嘗試用另一隻手向前,能否碰到 有什麼感覺? 拉著 對,這些肌肉真的要拉鬆它 就算平日我們也要做一下 這裡,這裡拉著 對 但是我碰到,你要稱讚我 來… 謝謝 是,真是的 好 反過來,剛才我說 鬆散的肌肉的人反而很簡單 你就要用力 用力,用力的意思就是 這個時候可以坐在這裡 你用腳踩地… 你一踩,你試試摸一下自己的大腿 對,四頭肌 你又摸一下你的小腿 就撞爛 對,你要針對這些問題 當你的肌肉是遇到中風之後 你發覺是沒有肌力,你就用力 你如果發覺是在崩潰 就剛好相反,你就拉鬆 拉鬆,就是這麼簡單 明白 大家可以在家裡… 最好有家人看著的情況下 對 可以跟著Paul Sir這樣做 謝謝 不要客氣 好,這個降血壓去脂化乳湯 是 跟我們本集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 這個病已經是年輕化了 對,有點有中風病 對,也是很多都市人出現的問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可能是那個血管 我們日常的飲食 這樣而出現了 令到我們血管裡面的脂肪 或者是血流量 就因為這樣而出現一個中風病症 所以今天我也是很鄭重 而且很刻意地找出這幾個湯料 我都會利用腰果 對,這是你的最愛 對,因為這個腰果 它裡面始終有一些果油在 在裡面,又不是太多 它最好就不會存在在我們那個血管裡面 但是它又可以令到我們那個腦部 細胞需要的脂肪 它又可以補充到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合桃 在合桃來說 在這個湯水裡面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說,為什麼會爆血管呢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血管 它的彈性是弱了,是硬化了 而原來我們這個合桃 如果我們經常性地去食用的時候 它可以令到我們的血管壁 和血管的彈性會變得更好 這兩個就是田七和丹心 田七丹心,我聽過… 田七和丹心,兩個都是有活血化羽 而我們這兩個 可以令到我們血管裡面的左膝 它是能夠通透到它 所以其實這幾個湯料 其實是非常重要 而我們這個松草花 並不是說因為它是花 我又放進去 其實如果我們譬如說 我們在預防湯水裡面 我們用松草花當然是最好的 而譬如有些朋友 它是正在康復中的朋友 即是不幸,中了風 你康復中的期間 我們也可以去煮這個湯水 為什麼呢? 因為松草花可以改善腦內壓 腦內的壓力 對,而且它是可以令到我們腦內的血阻塞 它是能夠通暢 所以在這麼多的湯料裡面 你會發覺到每一樣都有它自己的功效 而這個蜜棗 我們就要靠一點點蜜棗 甜味之類的 這個蜜棗煮出來的時間 你又可以喝到我們填漆 擔心這些藥味 藥材的味道之外 甘甘甜甜 這個蜜棗 這個蜜棗 這個蜜棗香 那些 說完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道仲 道仲 因為道仲 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道仲裡面是有一絲絲的 其實它是可以令到 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那個去濕和健脾 而還有一件事 因為它這些一絲絲的組織 所以它是可以加強到我們那個彈性 所以變得在這麼多的湯料裡面 它是可以幫助到我們預防中風 和改善我們中風之後的後遺症 一二三都放進去是嗎 是,洗乾淨 當然,譬如我們不喜歡苦潔味 你可以過一個熱水 但我也是贊成大家連皮一起吃 效果會更加好 好,來 熬多久? 熬大約約一個半、兩個小時 視乎你自己本身喜歡 待會兒我想你幫我吃蟲草花 因為蟲草花熬了之後 很怕你不給我吃 是 是,它的花香味令你吃完之後很舒服 很爽 我很喜歡吃蟲草花 對,很爽是不是? 很爽 對,很脆 有時候你可以用來打火鍋 是嗎? 對 因為我不太吃蟲草花 我也是喜歡喝這些正正氣氣的湯水 好 好 你不要看,全部都是… 藥材 藥材,又沒有肉,但很甜 是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腰果 再加了一點的合桃 合桃,真是極品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不是說一定… 因為這兩個可以叫八搭湯料 如果你自己就算加肉也好 其實這兩個湯料都可以放進去 這樣令湯的效果會更加自然 味道又會更加出了出來 而它也有一定的對血管、油脂的功效 這個很好,這個很簡單的湯水 謝謝你… 別客氣 我繼續喝,下一集再見 再有湯水,再見 再見 你聽了,聽了就要行動了 來吧,戒煙戒酒 多點運動,吃多點三文魚 有用的 還有記住這四個字 譚笑容兵 你身體就會健康了 你一定要做 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你一定做一個掛斧的 老爺 你應該要噴嚇 你又想把你明白 你還有 nothing